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來幫自己填坑了 來講講超人系IP改編第二彈 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 2.0 開發商是中國的綠洲遊戲 台灣代理是愛比遊戲 相關內容上次影片有提過 這邊就不贅述了 因為上次忘了補充 綠洲遊戲主要是經營海外市場 不過講到一拳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同類競品 一拳超人 最強之男 開發商是中國的玩洩科技 在2013年時被漲去科技 以17億人民幣收購 到了2017年 騰訊由入股漲去成為股東之一 遊戲於2019年女中國公測 台服則是在隔年的1月推出 由艾瑞爾負責廣告代理行銷 營運用的跳板是香港的GENOUT 為漲去科技的全知子公司 話說現在意義上的香港 是隸屬於中國的吧 未來應該也不用拿香港來掩護了 而同年10月推出的日服 是由日本的巨醫負責 目前營收還算穩定吧 上個月的營收約在1700萬台幣左右 台港澳則是2000萬台幣 也在去年3月推出韓服 目前營收約在3000萬台幣左右 另外漲去曾在2019年時推出死神IP手遊 境界 零壓對決 不過在去年年底時就掰了 雖然檯面上說是版權合作到期 但很明顯就是 不好賺錢罷了 而兩款一拳的開發都是以日本的巨醫合作 所以看起來差不多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回頭看看本次的遊戲吧 玩法維卡牌揚成加掛機 看到主界面這充滿即逝感的放置掛機 跟很多垃圾換皮有87%像 只是這次套了個一拳的皮 也可想而知 不會有良好的遊戲性 真的就是單純靠IP來吸引玩家入坑 你把它轉成紙板然後改成其他美術風格 應該就能很快明白我想表達的意思了 而立惠跟戰鬥計謀方面 兩款一拳是差不多的 畢竟剛剛提過了 都是跟日邦合作 並不會歪到哪裡去 但我是比較喜歡最強之男多一點 不過現在的手遊美術一直在追求進步 這款現在看起來是有些顯得跟不上了 戰鬥方面 兩款玩法差不多 都是戰鬥前決定好站位以後 就放著等結果就好 技能特效跟大招動畫比較普通一點 我覺得最強之男做的比較帥 而且很多關卡過關是沒有動畫 或者只是PPT帶過 真的是經費直接省足了 明白了就是告訴你 想看過場請去看動畫 然後就是一關接著一關打 真的是一股糞更的作業感 然後課金機制 除了偶爾談個廣告噁心以下 依舊玩法簡單 花錢體制完善 深怕玩家覺得無聊沒地方花錢 各種檔位的禮包也是為你準備集權 我已經可以預料到各種課金影片了 到時候請去看克勞表演吧 恕小弟無法奉陪了 而目前他的營運狀況 跟上一支影片的死神差不多 各位也可以自行去看美版FB 完全沒有主活動 除了維修跟對話碼公告以外 最基本的互動都沒有 當然台版初期可能會認真經營一下 但別期待會想長線經營 只不過是換個地方榨乾剩餘價值罷了 而整體我個人認為 遊戲也存在跟最強之男一樣的問題 永無止盡的推出新角色 保持新進度 然後都是當期極致的人權 作為卡牌遊戲 這些是無可厚非的 但太換速度 真的有些過快 當初會退更最強之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點讓我覺得越玩越噁心 突然有一天 就醒了 初期玩起來是還好 靠阿修羅這種平民戰神 再靠各種組隊搭配 不只能追個排名 也能玩出樂趣 但後來廠商露出正面目 各種SSR限定越來越多 扣除幾個廢物角色以外 真的是一個比一個強 導致每個角色的保持性很低 而單純戰力高也沒啥屌用 新限定靠一個大招跟技能機制 就能把你全隊壓制一招滅絕了 而最強之男的遊戲性 也是基於PVP打造 如果想要追求成就感的話 強勢角色或核心都必須要抽 PVE內容基本上很少 活動基本上也是重複再重複的玩法 主線的曾經還有一段時間完全沒有更新 我從開弗魯坑到最後的課金 出算超過十來萬肯定是跑不掉的 當然對比動不動就是百萬跟千萬以上的大課長來說 我根本不算什麼卡小 不過現在想想還蠻想敲死當時的自己的 拿去吃個海鮮或者鹹粥也能撐死一段時間的 建議這類遊戲無刻輕鬆玩玩別過於投入 結論 千金難買早知道萬般無奈想不到 當初其實是蠻喜歡這IP的 想說花點錢支持為愛買單 結果就是純純的被當盤子割爛 成了助長各種IP產遭手遊化的一員 但也是曾當過這顆小韭菜 眼界開闊後才能轉身勸勢 學會多觀察跟比較遊戲內容 不再會被廣告詐騙 或者看那些專業youtuber介紹遊戲了 也希望能帶給各位多了解一些非商業文的遊戲觀點 這也是比較少能在正常評測中看到的 雖然每次看觀看量還蠻眼神實的就是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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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按讚 我們下次見 一會兒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